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定了 行分工吧 行业确实发展定制化和智能化 两个讲海内外竞争的差别格局 然后加渗透率 就说白了从大的漏到定制化和智能化 把这两个拆开来讲一遍结束 我可以直接把前面两个大部分搞定 就是行业定义 然后行业整体分析 规模增速市场结构机构 因为我这边有个账号 我可以直接搜很多图 所以这边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图的数据 可以 那个产业链分析这部分 盈利模式和上游 中游一个人做 下游一个人做 ok 然后定制化我可以做 我比较prefer做定制化这边 那就还是我跟坤尿分那个产业 对然后产业链 因为我个人感觉工作量应该是比较像的 就是盈利模式上游和中游 对 然后下游单独 下游就是渠道还有需求端怎么解决 对就其实一方面是房地产 一方面是那个都要讲 就下游那部分 房地产的那个影响周期和 什么渠道拓展啊这些都要讲 所以说内容可能会多一点 ok 我记得ok 我们就定就是中午吧 就相当于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开会 然后我们下午之前 然后每个人的那地方可以不用画出来 但是图和内容不会碰你都得有 ok ok 那我回去拍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